为达到公有比4比6目标 男士创全国之先推动私有公立化政策 自2月推动至今仅有8家幼儿园申请签约 多数业者能持观望态度 不仅担忧政策走不下去 加上中央将在108学年启动准公共化幼儿园政策 私有公立化饱受质疑 今日市议会教育委员会召开公听会 邀及政府部门学者专家及民间团体与会 会中民团认为 私有公立化破坏市场机制 一事多次的情形也让家长捕沙沙 炮轰根本就是幼教大灾难 这样的一个政策会扰乱整个幼教市场 会变成我们幼教一个大灾难 各位知道吗 我们目前看是有四种不同类型的幼儿园 家长真的了解吗 呼吁政府不要再做私有介入的一个预算的推动 民团大多认为 私有公立化会扰乱幼教市场 建议应该回归市场机制 让家长自由选择托育方式 市场自由 自营生 让 起优太略 因为如果说你的教学品质不好了 相对来来你就会被淘汰了 社会福利政策归社会福利政策 私有给它自由化经济化 你可以在一个大框架给它限制 可是其他的我真的觉得不需要去做挂钩 不过幼保系教授则认为 政府推动私有公立化政策相当好 提供家长多元化的托育服务及提升品质 教师薪资也比较有保障 但市府应该和中央多加讨论 争取弹性空间 才不会让市府美意落空 这样的好的政策是能够持续的 但是在中央跟地方之间 是不是他的那种所谓的基本遵循 叫中央的一个做法 那地方是不是有所谓的个别差异性的做法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一些弹性的空间 对此教育局表示 两位持续和中央进行讨论 取得双方共识 并针对以核定公立化 幼儿园之救生及家长 将研议持续享有原本之优惠 直到毕业 以维护家长权益 至于市府美意 能否持续落实 只有带时间能给出答案 记者读找台南采访报道